4月2号发生恐怖攻击之后 肯尼亚军队在加里萨镇森严戒备 同时实施宵禁的 还有其他三个经常受到 索马里青年党威胁的城镇 近年来加里萨镇不时遭到 索马里青年党战弹与手流战的攻击 但是规模没有这一次来得严重 在加里萨医院 幸存的学生描述当天的恐怖经历 其中一名学生安亚哥表示 他当时才刚起床准备上一堂早课 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三个陌生人拿着枪 我当下愣住了 然后决定不回住处 另找安全的地方藏身 他整整藏了一天 听着一阵阵枪响 在附近的教室里夺走他同学的生命 他说之后会继续学业 但不会再回来这所学校 我不会回到加里萨大学 我会到其他任何一个 远离加里萨大学的地方继续学业 索马里青年党表示 恐怖攻击是报复肯尼亚 虐待穆斯林和介入索马里事物 但穆斯林居民随即谴责 恐怖组织的做法 一些地方领袖则呼吁 遣返附近的索马里难民 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表示 恐怖分子在肯尼亚境内策划恐怖攻击 他承诺会尽快将涉案人员生之以法 我们绝不允许他们逍遥法外 我将强力要求执法单位 比过去几年更积极地处理此案 与此同时恐怖攻击的受害者们 仍在寻找答案 加里萨当地的工作人员 仍在确认死亡与失踪学生的身份 穆斯林是附近另一所大学的讲师 他协助接听家长们交集的来电 并一一比对名单 他说 事件令所有人受到创伤 加里萨大学附近的老师和学生也感同身受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也会遭到同样的攻击 或许我们就是下一个攻击的目标 我们不知道 恐怖攻击的创伤将会在加里萨和肯尼亚其他城镇 持续一段时间 未来如果政府采取任何报复行动 也只会加剧紧张局势 尽管外界的力量试图将他们分裂 当地社区只能尽力保持团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 在肯尼亚加里萨的采访报道